iPhone正常使用情况下不需要关机或重开机 不过,定期关机并给iPhone休息有助于保持其优良运作状态 好处包括储存电力 刷新系统、释放记忆体、消除运行中的程式错误 提高效能 不管是iPhone还是其他品牌的手机 定期关机以保持健康状态是一个好习惯 手机关机的好处 1.节省电量 关机可以让手机完全停止运作、节省电量 2.增加电池寿命 长时间运行手机会加速电池老化 定期关机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3.提高效能 关机期间可以让手机完成系统更新和优化 提高效能 4.帮助休息 关机可以帮助您放松和休息 避免长时间使用手机对眼睛和大脑造成负担 如果iPhone的画面出现卡顿 冻结 在你触碰时没有回应 或在你开机时卡住时 就可以尝试将iPhone关机或重开机 各机型iPhone关机方法 iPhone 8、iPhone 8 Plus、iPhone X和后续机型 iPhone SE第二代和第三代 同时按住侧边按钮和调低音量按钮 直到关机滑杆出现为止 拖移滑杆将iPhone关机 然后稍待一分钟 确认已完全关机 iPhone 7、iPhone 7 Plus、iPhone 6S和iPhone 6 按住侧边按钮 直到关机滑杆出现为止 拖移滑杆将iPhone关机 然后稍待一分钟 确认已完全关机 iPhone SE第一代、iPhone 5S和之前机型 按住顶灯按钮 直到关机滑杆出现为止 拖移滑杆将iPhone关机 然后稍待一分钟 确认已完全关机 强制重新启动iPhone方法 如果iPhone没有回应 且你无法关机再开机 iOS 16机型请尝试下面的强制重新启动方法 1、按下调高音量按钮并迅速放开 2、按下调低音量按钮并迅速放开 3、按住侧边按钮 4、当iPhone标志显示时 放开侧边按钮 3、按钮并迅速放开